国内疫情近日趋缓在7月27号起降为二级警戒 不过尽管如此八大行业场所照样不开放 在玉旅分局27号夜间零检辖内八大营业场所 汽车旅馆内查获伤害通气犯黄姓男子 询问后全案解送花莲地检署归案 国内疫情近日趋缓7月27号起降为二级警戒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宣布放宽许多的措施 尽管如此八大行业场所照样不开放 玉旅分局在7月27号夜间零检辖内的八大营业场所 汽车旅馆 而在汽车旅馆内查获伤害通气犯黄姓男子 证讯之后将他们依法送办 在一间四人房查完其他三人身份时 唯独一名男子如厕十余分钟迟迟不出 便察觉有意 带男子从厕所走出 警方立即以M-Police 警用行动电脑查询身份 赫兰发现该名男子为伤害通气犯 提醒业者如果发现投诉旅客房间内的人 明显超过房间可容纳的人数就是群聚 业者应该注意旅客的投诉状况 并且适时向主管机关交通部官方局来通报 为遏止特殊社交传播链及防范民众适用毒品 特别将汽车旅馆纳为领检对象 分局长陈维文也说了 虽然疫情降到二级警戒 但是预理分局不会松懈 会持续以高强度 高密度的领检击查 强力只把杜绝漏洞 记者高松松玉里正采访报道